現在臺灣的絕對是世界的中心 當然因為我們的台積電 我們特別講到 因為臺灣製造這個晶片的能力 實在是太強大了 所以全球關注這個 臺海發展的這個同時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做了哪一些努力 美國呢 這個除了已經讓這個荷蘭選邊站之外 最新的韓國 韓國呢 居然都可以跟世仇日本去合作了 但是還不止於此 美國還有下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會是誰呢 聽說是德國嗎 請教敏寬 我們先來談一件事情 星期天在人大談話當中的話 可以確定習近平非常的擔心 第一個他憂愁滿面 但這當中有兩句話 洩漏了目前中共的一個困境 這當中說什麼呢 習近平在說話 都是非常的白話文的 你不用擔心 你會看不懂 例如說我們來看第一句 一 要保住飯碗 很簡單 失業率很高 第二個 要突破高端的製造困境 這句話更簡單 目前今天讓人家卡脖子 過去叫卡脖子 那現在呢 要突破高端的一個製造困境 那現在的高端製造困境怎麼辦呢 沒有人救他 他決定要自救 但這次呢 再撥這筆錢 目前大家來看還是不看好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說 中國目前呢 再撥一千四百億美金 嚇死人了 這真的是天文數字 要來救晶片 但目前來說的話 目前呢就是第一個 過去拜登三權 打人 打機台 然後打設備 真的是打到整個 讓中國完全趴下去了 那中國有一家叫上海維電子 他就出來就說 沒關係 艾斯摩爾 機台不賣我們 我們自己做 生意很大對不對 那生意很大完之後 他們當然要蹭蹭 他有多少的一個能量啊 結果呢 他能夠做到九十奈米 九十奈米 那做到九十奈米之後 就往前走嘛 現在就困在四十五奈米 那困在四十五奈米呢 現在問題來到這個地方 就變成圖窮筆線 為什麼呢 沒有人敢賣機台給他 前兩年呢 因為他不能夠買機台 所以發生了那種 很吊詭的事情 中古機台比整個新機台 還貴一倍半 那還有人買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要走私的嘛 結果他拿回去之後呢 整台機台就一直拆 一直拆 然後拆完之後呢 就看看 因為中國很習慣 去使用所謂的一個逆向工程 那目前呢 因為他一直用逆向工程呢 現在第一個是沒有人 可能夠賣機台給他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目前中國四個領先組 包括了中芯 華紅 長江 長芯 快要資金鍛鍊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中國要再救嘛 那中國救呢 你如果你的技術 光明正大的跟人家買版權 光明正大的去說 那我們兩個之間 彼此來做合作 拿到了沒有人會跟你卡脖子嘛 之前呢 德國跟英國 其實態度有點曖昧 然後來英國看一看 不行 為什麼呢 技術被偷太多了 現在連華為 那個十億美金 在英國的研發中心 都撤回去了 就華為就說好吧 那我們既然去也沒有辦法 拿到太多的一個甜頭 我就撤掉了 近期來說 最近的是德國 德國目前也說 包括華為跟中芯的5G也要進 那為什麼也要進呢 沒辦法 後門條款 就他很多東西 你以為他只是過季 其實沒有 他過季完之後 他把資料傳回去了 這個是對於整個各國 防不勝防的一個地方 但最近呢 大戲正要來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 最近中國呢 好多人就說 不用怕 我們的整個經濟要變好了 我們再來已經所謂的解除風控了 經濟要開始所謂的欣欣向榮了 結果美國資金都在跑 那美國資金的紛紛從美國抽腿呢 拒傳 這個是拒傳 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媒體報的 拒傳拜登下一步 有一個新的一個封殺令 他去封殺中國會再來開始 對不對 但就在今天星期三下午的五點鐘 拜登下了一道大菜 是什麼呢 美國一直希望能夠把未來晶片也好啦 新能源也好啦 電動車的都拉回來對不對 福斯汽車最新的一個說法 福斯汽車本來要在整個東歐 蓋一座新的電磁廠 那美國說 你不要蓋在東歐 我給你100億美金 你來蓋在美國 所以福斯已經在今天的下午的五點鐘說 會把整個他們最重要未來下一個世代的電子廠 直接蓋在美國 這個是目前今天下午的一個消息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 其實對英特爾來說有點殘忍 什麼事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投行就在做所謂的配對交易 那可能很多觀眾不了解 我先跟各位說一下 配對交易就是說 我要把整個弱勢股賣掉 我要買進強勢股 就比較厲害的 我就增加持股 比較弱的我要降低持股 就是這個簡單的想法 然後他的配對交易呢 是要買進台積電 要賣出intel 結果呢 他那個理由往內一看 還真的很心酸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intel一直信誓旦旦嘛 就說 哎呀你們台積電你等我啊 我跟你說啊 我們很厲害的 你要做整個所謂的晶圓代工 不是只有你能做 我們也能做啊 真的能做 他目前全球的市佔1% 1%而已 然後台積電佔了54% 台積電佔了一半以上 所以呢要買台積電 然後要出intel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 然後第二個說法呢 更殘忍 第二個說法就是說 你們這樣子 賣賣18歲 大小孩差太多啊 為什麼呢 你目前的intel呢 你還在卡在4奈米 你4奈米還一直做不出來 變成台積電3奈米的單 一直在等你嘛 對不對 可是人家台積電 現在據傳3奈米已經滿單了 已經滿單了 現在已經滿單了 那重點是在於 想不到最近美股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包括了特斯拉股價 漲了一倍嘛 輝達 amd都上漲了六成到七成 對不對 結果intel股價還是趴在地板上 去年一年當中 整整一年股價還跌了46%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intel是真的有點 有點像扶不起的阿斗 希望也不希望他能夠扶得起來 來扶得起來對台積電就有威脅了 好重點是在於呢 現在呢對於整個台積電 你知道把命交給台積電的是誰嗎 是誰 蘋果 聰明 蘋果目前的三條的主生命線呢 通通都交給台積電 包括什麼呢 包括了核心晶片 目前包括了整個筆電 跟整個電腦的A1 A2晶片 跟目前的手機晶片呢 目前是在走A15 A16跟A17 所以核心晶片是他的嘛 對不對 影像晶片很多人會說 影像晶片不是Sony的嗎 對是Sony的 設計是Sony設計的 Sony沒有廠啊 所以Sony的整個所有的晶片呢 通通丟給台積電來做 所以呢影像晶片 你只要拿到任何蘋果的產品 看到蘋果任何的相關的一個系統 你只要有看到圖畫 看到有娃娃在動 看到那種照相的 通通都是台積電做的 然後想不到現在呢 連5G晶片都要交給台積電 連5G通訊晶片都要交給台積電 而且據傳是全部 還全部交給他 對全部 所以目前的三條生命線 全部都交給台積電 台積電就全部都通吃了嘛 這第一件事情 但這時候很多人就想到了 我們今天我們真的是要慶幸 我們臺灣有一個六萬人的一個台積電 可是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領袖 張忠摩董事長 然後大家來看這張 哇好恐怖哦 張忠摩董事長 原來五十多年前 他長這樣子 那個時候他是什麼呢 原來據傳 那時候他是在德州儀器當中 一個不得志的員工 然後那時候他 還不得志的員工 他跟德州儀器說 未來啊會有一個新的一個產業 叫小晶片 然後呢 我們一定要往整個蓋晶圓廠 結果德州儀器說不要啦 做晶圓又貴又累 又要電又要水 又要人又要花很多錢 真的會成功嗎 然後呢 他非常的不得志之後回到臺灣 回到臺灣的時候 一開始也不得志 但是沒有想到 經過了五十年的一個耕耘 四十五歲的時候 為了製造晶片的一個夢想 那個時候 從最早的三個員工 到現在的六萬個員工 一直到現在 單單台積電影響一兆美金的一個生產 但是呢 其實台積電在呱呱最低之前呢 張忠摩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如果要贏 要怎麼贏呢 要有一條絕望曲線 那很多人會聽不懂 奇怪了 絕望曲線 絕望是讓別人絕望 是讓別人絕望 真的其實絕望曲線 就叫做學習曲線 什麼叫學習曲線呢 其實在整個電子業當中 有一句話 他們說你產量呢 只要多一倍 你的成本呢 就可以往下下降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做 整個市場上的一個獨佔 你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你要取得所謂的價格的優勢 然後再來呢 你要做一個最大的一個高市值 所以張忠摩董市場曾經說過 你只要當老三 我就不要了 你要嘛就是當老大 要嘛老二 孩子可以跟著老大一起比拼 老三就不要了 所以你要隨時把握住你的 所謂的市場的一個市場佔有率 那如何擁有市場的一個佔有率呢 你要以客為尊 你不要一直想自己 你要想著別人 如何把客戶服務到最好 所以我們去想一想 難怪全世界做生意 最難搞的叫蘋果 蘋果居然三條的主生命線 都可以交到台積電的一個身上 但是想一想 也好在五十多年前 德州遺棄說 他們不玩了 所以呢 這個夢交給台灣來做 我們才有今天 能夠達到全世界 百分之五十四的市佔率